湘潭的一家生猪中转站 为了给猪增重从中牟利 工作人员强行将泥浆物灌入生猪的体内 泥浆灌猪的事件引发了关注 对此湘潭县县委宣传部回应称 灌入的泥黄色的浆体是猪饲料和水的混合物 虽然灌猪增重是一种进行虚假交易的行为 但是对猪肉的食用安全不会有不良影响 在当地媒体拍摄到的画面中 湘潭杨家乔镇这家生猪调运站的猪圈里 挤满了上百头猪 猪圈的旁边有一个压力装置和猪绍缸 猪绍缸里满是泥黄色的物质 只见一名男子控制压力装置 用软胶管从猪绍缸里抽出泥黄色浆体 另一名男子拿起塑胶管另一头 撬开猪嘴直接塞进猪的石道里 原本肚子空空的生猪不到两分钟就变得大幅翩翩 连走路都变得困难 据运猪车司机透露 眼前的黄色泥浆状物质是白泥粉油糠和水勾兑的泥浆 按照猪肉市场价每斤十一元的价格计算 购买这样一头灌浆猪 买主要多花二百二十元的冤枉钱 一车五十头猪就要多支付上万元 然而猪贩子给猪增重的成本却非常低点 灌猪怎么收费啊 事件被曝光后 湘潭县畜牧水产局立即进入调查 目前执法人员已查购现成已经加灌的生猪和违法设备 并对违法人员处以货值三到五倍的罚款 昨天下午湘潭县县委宣传部对此事予以证实并表示 灌猪行为不会直接导致猪发生病变 湘潭县畜牧兽衣水产局的负责人也表示 当时现场检查到的泥浆是桶康加水的混合物 桶康市康米加工过程中产生的产品也是猪饲料之一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